八字四個列之後的話 那就不要再簡易了 不然你簡易之後它又一直跑 如果各位遇到像這樣 你程式一直跑 結果你按停止也無法停止的話 教各位有個方法 你可以按一下鍵盤上面 Ctrl加Break 如果以後你遇到這種狀況 奇怪怎麼按停止都不行的話 那你也不需要說 一定要把它強制停止 你可以按一下鍵盤上面 也叫Ctrl 按Ctrl鍵 加那個Break Break就是在右上角有一個 PauseBreak這個 CtrlBreak 停止 這個時候 程式就會暫時被中斷 如果你遇到無窮回圈 假設你不小心寫了一個無窮回圈的程式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讓程式中斷 就是按下Ctrl加Break 然後再按下增錯之後的話 請你在這邊呢 把它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判斷 如果呢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呢 這應該跑 已經跑到1000多了有沒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判斷一下 如果這個減這個 看一下大於等於I I是65 大於等於 那也就是減完了 也就是這個減掉空白頁之後的話 那它一定不可能大於I 那也就是說呢 它不能夠再減1 如果再減1的話就會陷入無窮回圈 那這樣應該就可以跳過了 看一下應該就可以往下了 OK 那它頂多就是跑84列 跑完之後呢就跳開程式 不會再繼續跑了 不會像剛剛這樣的方式 一直跑 那把它按執行 執行完畢之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程式就停下來了 那該需要刪除的空白列 也會被我刪除掉了 OK好了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這個地方 如何刪除空白列的部分 那特別是這個地方多一個判斷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